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就在前几天看到一篇因为长期喝电热水壶烧水,放癌的新闻 这个新闻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惊慌失措 这个王大爷因为长期喝电热水壶烧的自来水,放癌气势了 王大爷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 因为年纪大了,孩子里面又在大城市里上班,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他 所以就把王大爷接到了城里来住 即使就在城里面也是有很多不习惯的地方 比如,李大爷不会用儿子买的净水器、净化器 更不会用饮水器 所以每次王大爷干脆就直接用电热水壶来接着来水来直接喝,直接烧 烧出来就直接来喝 所以这个王大爷每次都是这样子来喝水 他儿子每天也是都很忙 每天早上都是早出晚归的 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情况 直到有一天,王大爷突然肚子里面疼得厉害 在经过邻居发现了之后,马上给他送到医院 那么经过医生一系列的详细检查 哇,太严重了,都被确诊为胃癌 由于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所以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就没有多久,王大爷就离开了人世间 随着新闻的发出来 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的人都提出了质疑 有的人惋惜,这个大爷走得太安详,走得太快了 他的离世并告诫自己不要再用热水壶烧自来水喝了 有的则是半信半疑 还有的是完全不相信 还有的人甚至找来专家希望给大家一颗定心丸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一起聆听一下专家怎么说的吧 这个专家说 第一,长期喝电热水壶烧的水不仅中毒还会致癌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么在癌症中心研究院 这个王教授在采访中也表示了 并且明确的告诉大家 用电热水壶烧水并不会致癌 大家可以放心喝 并且这个王教授在采访中还为大家解答了 有关长期喝电热水壶烧的水不仅中毒还会致癌 这个王谣言呢也并不是空隧来风 也是有一定依据 如果自来水这个水中含有的氯 而有一些不正规的产家出厂的时候 电热水壶中含有本元素 那么氯和本这两种元素如果严重超标 那就有可能引起我们人类人体中毒 甚至直接增加放癌的风险 所以这点就特别严重 但是现在呢一般自来水公司 供应的输到各家各户的水都十分安全 这个绿的含量也是有严格控制 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放心 如果还是有所顾虑大家可以花点钱 在家里面安装一个过滤器或者在家里 背上一个桶来装水 那么除了要注意水 我们也要顾及自身还有家人的身体健康 那么我们呢还要学会怎么挑选一个好的电热水壶 还有正确使用这个电热水壶的方法 也是十分的关键 那么第二电热水壶选购以及在使用过程中 有三点那大家不要忽略掉了 第一点专家说了要选大牌 大牌子的电热水壶我们用得安心吃得放心 因为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牌子的电热水壶 那么随着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很多电热水壶功能不断提升 非常齐全的 虽然价格昂贵呢 但是我们不要怕钱 我们只要用起来真的很放心 那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口袋里面都有钱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很舍得来买这些东西 那么投资者因为提升功能 所以收到更多的利益 那么投资更大成本去研究 以吸收吸引一些更好的消费者 所以为什么有些大牌子越来越好 生存时间越来越久 那正是因为他们以消费者为中心 并且抓住了消费者想要用的健康的需求 所以这个电热水壶一定要买大牌子的 那这样子我们喝水才要放心 然而有很多人因为舍不得花钱 会选择买一些生产产名 三无生产产子 三无生产卫生许可证编码的电热水壶 殊不知这些三无的电热水壶里面含有很多有毒物质 其中前文中我们就说了猛元素就很容易超标 虽然人们长期使用电热水壶烧水来喝 但里面有毒物质就会逐步在我们人体释放开来 长此以往肯定会危害我们人类的健康 所以长期饮用这些三无的电热水器 热水壶烧的水 那么可能引发我们人体中毒 甚至更严重就患上癌症 所以为了自身 还有家人健康 千万不要贪图便宜 买电热水壶一定要买大牌子 那个我们挑电热水壶除了注意品牌 其余这个内胆挑选也要十分注意了 这个内胆 所以第二点专家说了要挑选304不锈钢的内胆 那是最好 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 所以这种钢材含有的重金属含量比较低 而且稳定程度非常高 所以用304不锈钢做出来的电热水壶 即使我们长期使用 所吸出的有毒物质也是少之又少 并且这种材质制作的电热水壶内胆 它不会生锈 也不容易生锈 所以我们长期放心使用 那就可以 所以在挑选电热水壶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看它的内胆是不是304不锈钢 如果是的话那就非常放心使用 如果不是赶紧丢掉不要买 那么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边 希望这个视频大家点赞收藏 订阅我的频道 下个视频再见